妈妈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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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哈哈哈哈 Yuppie 咕咕咕列大咪 食徒的小凯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呢我是在瑞士的奥西耶尔 这里呢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山村野味景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农村吃席系列 又是相同的套路啊 拿着这个杯子给我走六公里 但是今天不同的是 我们是要在海拔一千六百米上走六公里 在山间呢设立了七个美食站台 每一个站台都提供了不同的野味美食 第一站我们看看吃点什么 这个呢就是欧洲人比较爱吃的头盘 一般是用饼干里面包裹着肉馅 杀死 刚才我也说了嘛是野味之旅啊 这里边的肉馅是用野鸡肉来做的 一次吃野鸡肉尝了啥味啊 胡椒的味道非常的重啊 应该是为了掩盖野味的特殊气味 不过挺鲜的那味道 第一站结束了哈 现在我们跟着大部队往前行进 哇这什么意思啊 第二站是直接搭缆车上去吗 哇哦 刚刚后面重山峻岭的 山上都已经开始下雪了 大家看见没有 瑞士进入冬天很早啊 下雪期也很长 所以说呢瑞士是滑雪者的天堂啊 很多人都爱来瑞士滑雪 哇哈哈 有一种拥抱大自然的感觉 好漂亮 前面就是我们的第二站了啊 是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边 在冬天里面 在冬天里面 很冬天 我们第二站吃的呀 是半生的野鹿肉 它的做法呢是sasimi 也就是生肉片的意思 很好吃啊 有点没有那种生肉的奇怪的味道 一点甜甜的那个香气 加了一些感觉像麻油的东西 大家知道Safe是什么野路吗 没错就是巡路 圣诞老人拉雪橇那种 谢谢女士 谢谢 好了 继续前往第三站 有一种走在崇山峻岭当中的感觉 像这样山区的山顶上 几乎都是有冰川的 常年被大雪覆盖 瑞士多山多湖 这里的自然风光还是很美的 第三个点我们到了 看 好多人 门口还有个小烤炉好暖和 这都开始生柴火了 这温度 我出去都冒白衣了 这些老爷爷都穿着当地山区的衣服 你看他们戴了个帽子 毛毡帽 这么冷的天 咱们就得喝点热汤 有一些面包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山区小面包 这个汤里加了非常多的辛香料 喝进去特别的刺激 像这种山区因为气候严寒 所以他们很爱食用热的 然后加入了很多辛香料的食物 这个道理就跟咱们四川吃火锅是一样的 酱油 非常棒的汤 谢谢 再见 啊 不 哈哈哈 老爷爷特别逗过开玩笑 他说你闭上眼睛你就不知道那是酒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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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区人民啊真的绝了 直接把我水倒了 不行 你得喝 山江开始起云啊 有点飘小雨 背后都云雾缭绕的 秋季的山林 美如画 我山路不好走 第四站 到了 这整个像一个教堂似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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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啊 我看看 这里就是 boumage和这个肠 a petite ou une grande Denomination dune pipe d'ardenne Dardenne est droit et allongé 这个是比利时的特色肉肠 叫Pipe 法语里的意思就是腌斗的意思 真的就是腌斗 好大一个烟熏的味道 它是混合了 猪肉还有牛肉一起制作的肠啊 比利时的手工啤酒也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摊位的掌管者哈是比利时人哈他们很有比利时的荣誉感啊 然后他告诉我他们的奶酪 你看他们很有比利时的那个荣誉感应该这样到处都是比利时的东西 它他们的肠然后他们的奶酪全都是比利时生产的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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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切子 虽然山京气候多变啊 但是不阻止人们的热情啊 大家都已经嗨起来了 是的 玉需要非常好的 是的 玉需要自己的 王同亿将肠 embr上去良 哇哈哈哈哈哈哈全是雪水待buh下来的小溪啊汇聚的 这个水真的是透心凉啊 哇 好冰 这个水里要是有鱼就好了 来这个地方抓鱼 还不说坏坏 这第五个站点就远了 看着我们要顺着这条羊肠小道 一直往前爬 你看我脚底下这个 这个是啥 弹幕有知道的小伙伴吗 告诉我这是不是灵芝 哇 闻到香气了 好像是什么烤东西的味道 这不是很好的风景 这不是这样的 我住在宇宙 我住在宇宙 哦 OK 但是你常常去中国 上海 北京 北京 对 湖西 来 我们看看今天要吃什么 这应该是某一种野味 烤 好香啊 香气 而且呼吸的 哇 还给我一坨 太浓 太浓 最后就是刚才吃的那个熏路 就是我们说 还有一些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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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黑胡椒的酱 这边还有一些主菜 你好 鲁 的 Cypro 有 鱼 的 spir 小绵 是什么 那个 小绵 小绵 老 Elsa 这个老 GB 要跟我解释一下 那个小绵是什么动物 唱一道 你第一次 藝林 山林 对 清 是小绵 sold 但是它是瘋狂 是用炖的方式 这是什么酱酱配黑的 很硬 有点像牛肉干的味道 那个山里 它的心性稍微重一些 因为毕竟是野生的 1 2 3 4 4 4 5 5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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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10 10 妈妈呼呼 OK 谢谢 我把这些东西吃得很好 完美 来尝一下这个熏路肉 里面感觉它都是做的那种像半生的 这边的肉 还有这熏路肉好吃 因为是煎的 里面保持了那个肉的肉汁 1 2 1 1 1 好 行了 好 行了 哈哈 又平 他在跟他分享 分享我的那个账号 非常多的朋友 你一直在一起 是 攝影師 是 好了第五站的美食 咱們又已經吃過了 現在我們趕緊往第六站出發 好吧 這上面都特別的可愛 我覺得也就是到了這種地方 你才能體會到當地人的一個文化還有風情 現在我們就沿著這個溪水一路下山 一縷摧煙升起 感覺就像進了一個世外桃園一樣 第六站 你看我們到了 都是用巡路的雕像來做的這個 第六站的門 哇 金了 全是奶酪 各式各樣的奶酪 瑞士人是真的很愛吃奶酪 有薄皮 山羊奶酪 蝦和摩蛋 蝦樹 巴拉末 好像我都沒見過的奶酪啊 好 好了咱們早一早 看吃一下 這些都是當地的腸 隨便拿一點來嘗嘗 這個奶酪叫豆馬 它就是裡面是軟心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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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富 摩蛋 快看 你看看 焯動 哇 你好 好歡樂 盛情難缺 賺奶酪 想吃多少吃多少 我只拿了三塊 那些都是拿滿滿一盤了 瑞士人特別愛吃奶酪 像他们的特色美食奶酪火锅什么的 奶酪自助咱们就结束了 现在咱们就往最后一站出发吧 瑞士的这种木屋都特别好看 感觉古色古香的 房子上面花花草草的种一盆 窗子就能远眺群山 第七站来了 吃一天洗下来都是老熟的 第七站我们要吃的甜点 这么冷的天还吃苏格贝尔 这里还可以烤奶酪 瑞士特色美食之一 Harkle 放在上面然后搭配一个土豆 就这样很简单 这个好长 然后我尝一下 Cishou Cishou 好好吃 有一种很咸鲜的味道在里边 味道特别的独特 Harkle 本来我以为会有点腻 但是一点都没有 很好吃 这就是Har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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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高山特有的酒啊 是用一种草药来酿造的 味道特别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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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度数非常的高啊 而且度数非常的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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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风 啊 哈哈 哈哈 M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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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左面这一位是这里的主席啊 这一次的活动就是由他来主办的 M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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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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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这个明星气质 走到哪里都那么受欢迎 好了 这一次农村吃喜体验呢 整体下来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啊 好 整个体验下来呢 一共花费是85瑞朗啊 这个价格呢 乍看之下啊 很贵啊 比起法国 但是呢 其实在瑞士呢 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 认识很多很有趣的人啊 我觉得特别的棒 好了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油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